狗号儿来了 咱们肯定还是在为图图而鼓着掌啊 但是也有人在骂他 我现在在萨格洛布的赌场啊 比赛刚刚结束 切尔西在客场0比1输掉了比赛 确实很多男精球运不会熬夜看这场比赛 因为大家可能幻想着啊 一觉睡醒 可以是一个美美的2比0 3比0 毕竟大格洛布迪纳摩 这是一只就是 可能觉得是一只软柿子的队吗 好捏 但事实上输了 切尔西在这里翻车了 我是一个很少就是去喷主教练 或者喷球员的人 因为我是觉得说 这支球队上的球员 只要是你 只要是你喜欢的 就是球队或者球员 你就得一直支持他们嘛 但是这场比赛 我真的想锐评一下 各位的表现 首先前锋 奥巴美奥首秀 和斯坦尼两个人 零次过人 零次射门的这个数据 我真的觉得很无语 再加上换上来的人啊 普利西和奇岩赫 我现在就觉得 只要他俩一上 切尔西这场比赛就记了 就是他俩上来 没有作用 没有作用 起不到作用 中长朋友们 以前干什么都有坎特 都有坎特在 现在坎特这个赛季 因为受伤的问题 他真的不在的话 中场就一团乱 然后哈夫茨 他今天就是 明明有好几小机会 可以射门 但是他自己没有射 然后芒特的话 确实他的位置 也不合他的心意 但是 芒特确实上来 也没有任何的表现啊 然后科瓦 他作为中场 他是要推进的 他是要推进的 他不能就是做 起到任何一个 防守的作用 对不对 后卫方面 首先福法纳 那个进球 就是福法纳的责任 后防线 这个夏天的后防线 蓝军花了1.8亿 1.8亿 但是 好像大家都还是怀恋 曾经的吕迪格 对不对 我觉得现在恰尔西 就是已经仿佛形成了 一个模式了 首先就是 可能开局 踢的还可以 好像有一个什么 就是不错的 就是 场面 然后呢 不知道为什么 就被对方反击 然后进了一个球 之后 之后就开始各种 传传传 倒脚 然后就不知道 怎么怎么踢了 然后甚至可能会被对方再反击偷一个 然后呢 这边自己也不射门 不知道为什么 特别奇怪 就是 为什么几脚球传到门前之后 没有人选择射门呢 没有人选择射门呢 然后还有一点就是 现在的比赛场面非常难看 场面并不好看 我觉得 我不想 我是一个 其实我还挺喜欢图霍尔的 我希望图霍尔可以继续直较 但是我觉得图霍尔是需要反思的 因为如果再这样下去的话 我觉得 本来支持他的人可能也会变得倒戈相向 对不对 还有一点很重要的是 你能感觉到这帮人是 球员是没有什么 就是想赢的决心和信念在的 就很奇怪 呃 仿佛回到了上赛季 第三名 连赛第三 无欲无求的 切尔西的状态 他们就 好像球队的数赢 跟他们没有什么关系 自己只是拿公司打卡上班的人 就是这样 我想说就这么多 是看球的你吗 是看球的你吗